我自己說政府不能夠靠以前的方法 和調節整個樓市去幫那些未買樓的人 政府現在怎麼說 我已經為了你著想 我又幫你攔住大陸客人 又幫你攔住買第二次樓那些 又幫你攔住短期轉讓那些 只有你們買的 沒有人會幫你搶的 但那些未有樓 這個價錢攔住他們 我都買不到 真正想買樓的人不是多數 因為香港五成多人有樓 三成人住公屋 剩下兩成都不到的人 是住在私人樓宇 沒有樓的 這兩成不到的家庭裏面 有一半排隊輪候公屋 真正說要在私人市場買樓的 是十個百分之十個百分之十的家庭都不到 你沒有理由為了那十個百分之不到的家庭 要買樓 就將五十多百分之的人的樓價都跌倒 你猜近一兩成就行了嗎 近五成、六成他們才能買得起 近五成、六成有樓就變成負資產 又出現那時要救市 所以那條路走不通 應該是每年都撥出一定的土地 規定賣給未有樓的人 這些土地在批出來的時候 作多些限制 發展商去投的時候 自然會按著賀包不會出得那麼盡